长期以来 尤其是最近这20年 民进党执政这么久 他们就从我们的教育政策 我们说教科书的更改 我们知道他执政 他就变成有话语权 他改变了历史 所以让年轻的一代 根本就不知道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历史渊源是什么 他完全谋杀了这个历史的一个渊源 更不要说中国什么五千年 七千年的这个文明 他完全在去中国化 这样的一个教育政策的引领之下 你说年轻人怎么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而认为中国台湾一边一国 就是这样形成而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当务之急 就是拨乱反正 要让年轻人真的了解 自己从何而来 自己的祖先在哪里 回去看看自己在台湾的 这个祖坟上的墓碑上都刻有 它是哪一个堂 什么堂什么堂 以前呢墓碑上都刻有 你就知道自己是从何而来 你的根在哪里 你的根本 你的本源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们必须要这个努力以赴的